欢迎收听还在听 我是你们的老编 我是容少爷 哇 敲锣打鼓 各位还在听的信众 准备好要跟天后娘娘绕镜了吗 今天这个90年代 另外的四位天后要来接力来绕镜了 我们在第一集 我们介绍了四位90年代的天后嘛 包括再复习一下哦 阿妹 王妃 林一连跟张晴芳 但是我们知道90年代 在这个唱片销售最旺盛的这个时间 还有很多真的是堪称天后的超级人物 有非常多的好歌 我们没有介绍到 对 虽然说是这个90年代天后的 这个冷门歌的第二集 但不代表这四位天后是二军哦 其实我们早就想要做这个专题 但是我们觉得更有趣的东西 就一直插队啊 拖到了现在 第二集终于上来了 今天我们来介绍四位 我觉得是风格各自都非常鲜明的女歌手 她们的热门歌曲 我们其实介绍很多了啦 所以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些 她们相对来讲比较冷门的歌曲 老编模仿之前 我介绍这个 非碟四大天后的这个惯例吧 我那时候说是非碟四大天后 是这个春夏秋冬 好怂的分类 今天比较不一样一点 今天是这个 跟着我们的唐国师 唐启航老师一样 我把他们四位分类成这个星座的四项 叫做火土风水 我觉得他们各自 有这个地球四大元素的这个特点 好 我们直接来 第一位我们来介绍的是 辛小琪 对老编来讲 我会认为他是土 不是说他这个人 有有有 不是说他很土哦 是说他整个人的感觉很 他的歌声 跟他所这个唱出来的情绪 是很扎实稳定 我觉得像像大地之母 很有生命力的感觉 然后声音很有养分 但是呢 整个人 可以把你的整个心情给稳住 即使偶尔有地震 我觉得也都是正常能量释放了 接下来我们介绍的第一首歌 对老编来讲就是正常能量释放的一首歌 好 很难得听到 很多人也不知道 辛小琪唱过这样子的快歌 我们来介绍他1991年 还在福茂时期的放弃你 我不断鼓起 其实我很伤心 一直没有停止过 我不断努力 让我们一起 可是你却没改变 我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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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就对你放弃 别让我继续受伤害 我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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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就停止想你 别让我活着 太无奈 在福茂的一夜之间 这张专辑里面的主打歌 而且当时还是 伟大力的广告歌 所以其实我对这首歌 其实蛮有印象的 对于辛小琪来说 我觉得在他福茂时期 算是一首蛮特别的歌 第一 他就是一首带着一点 Bossanova 比较快节奏的歌 辛小琪的态度 他带着一个 前所未有的那种酷劲 有没有 好像是非常自信 非常潇洒的一个小琪 虽然说这首歌是快节奏 就是中版偏快的节奏 但我不觉得小琪在跳舞 我觉得他像在打拳 为什么 因为他的声音是 蹦蹦蹦 是很有力量的 这个快歌 不是所有的快歌 都是要走轻松轻快的感觉 辛小琪这首歌 其实唱的依然是一个 怎么讲 痛苦挣扎 虽然说是 歌名叫放弃 其实他一直在想一件事情 老娘到底要不要放弃 你知道我有点受不了 我要不要放弃 其实一夜之间 收入放弃你 这首歌的这张专辑 它是一张以夜晚为主题 其实概念性很强的一张专辑 但是在福茂 可能大家会比较提到的是 他的翻唱专辑花时间 或者是他之前的 在你背影上 我觉得一夜之间 这张专辑相对起来 又更少被大家拿出来讨论 但我一直记得一夜之间 里面的这一首放弃 对老编来讲 这个印象太深刻了 我一直记得 维大利的广告歌 对 你知道我把这首歌 放给比较年轻点的家人听 他们都不相信 他就一直跟我辩论说 这不可能是辛小琪的歌 因为对他来讲 他对辛小琪的印象 还是维持在 辛小琪就是很会唱情歌 比较苦的情歌 或者比较大气的情歌 虽然他在滚石时候的歌 更快至人口 但纯以专辑制作跟概念而言 其实我觉得福茂时期 是小盛 对于老编来讲 我觉得他的滚石 在前面几张的收取 实在是太杂了 但是直到他在滚石 出版了这张专辑 我非常开心 辛小琪在滚石 终于有了一张 专辑的代表作 这张专辑是 1998年的每个女人 今天我们要介绍 这张专辑里面一首 一定是冷门歌 《生日悔过书》 寂寞和痛苦若曾经 狠狠少过心田 谁能没有 孤独的感觉 别浪费太多时间苦 别容易被情绪给困住 要是想找个肩膀去衣服 因为要牺牲才会有幸福 我要学会偶尔不在乎 该拒绝的时候敢说不 想清楚那个男人的爱慕 才是老天要送我的礼物 这首歌是每个女人里面的最后一首歌嘛 然后我想我们对于这张专辑 我跟老编绝对是我们是非常喜欢 这张专辑虽然它很多的曲风 包在这张专辑里面 可是还是可以听出它一个脉络 那我记得我在听每个女人这张专辑的时候 听到最后《生日回过树》这首歌 我是觉得非常非常惊艳的 第一是它是一个慢版的绝世曲式的歌 它的整个情境是非常完整 它就告诉你说 一个女人 她现在跟她朋友一起聚会 她要许她的生日愿望了 但是她生日愿望呢 她是细数 她自己以后应该要找什么样子的男人 她过去找了哪些失败的男人 她之后应该要找什么样子的男人 我觉得它整个情境的铺陈 整个意念的编排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完整的 我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 我觉得是一首词曲编曲演唱制作 都是一首高格调的作品 没错 所以这张专辑就入围了 这个金曲奖的最佳流行音乐演唱唱片 新小期又再一次的入围了 国语你演唱人 这个强调一下这张专辑 整张专辑的制作人都是李宗胜 这首歌《生日回过树》 我那时候听的时候影响是非常深刻 而且我觉得这首歌放在最后一首 陈小霞加姚若龙 就知道说这整张专辑 整体的制作 那个词曲成容真的是蛮惊人了 我觉得这首歌不只是分手快乐 是这个即使是单身 也要聪明又快乐 无论之前经过多少痛苦 都要决定好好生活 有一句歌词写得很好 她说 我笑了在朋友环绕间 他们说我演也不可 很多时候是自己在可怜自己 你透过朋友的一些鼓励 或眼光你会发现说 不要每天活在领悟的情境中 其实有时候可以跨出来一点 我们刚介绍了这个新小期在滚尸 还有在福茂 相对来讲比较冷门一点的歌曲 后来新小期在这个本世纪 大概2012年的时候 他到了这个风华唱片 那个时候新小期很多的制作权 已经摆在自己身上了 那时候他找了这个黄大伟 帮他做了这首歌 悠游自在 我还是装不懂 玩笑的森林里是否埋葬 我的笑容 秋风轻轻吹过 你放开我的手 大雨狂奔以后的天空 还会有彩虹 You know that I'll miss you baby 如何让我对你释怀 How I'll be missing you Now I'll kiss you 悠悠自在 You know that I'll be missing you darling 想象我们可以再恋爱 Oh I'll be missing you Oh kiss you 不要离开 I'll be missing you baby All the time 这首歌老实说 我那时候一听就非常喜欢 我对这首歌有非常大的好感 是我觉得 这首歌就是很适合新小期 在他那个阶段 他唱出了一首 非常符合他年纪的歌 黄大伟帮他写了一首 符合歌手的心境 符合歌手的年纪 符合歌手的情绪的歌 新小期在里面唱出一种 释怀温柔放松 舒服的新小期 非常喜欢这首歌 没有错 我觉得蛮有趣的 你如果把这个放弃你 当做是这个传统的 女性痛苦的挣扎 情感上的挣扎 然后生日悔过书 是放手 要让自己比较轻松的过日子 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启发 到了悠游自在 这首歌时候的新小期 他要讲的这个东西 好舒服 他用他的那个 很舒缓的中音 就是很放松的看往事 往前往后都很自在 这才是真正的幸福 就是看往事跟看未来 你都很轻松 我觉得这个幸福就是 在这个里面就感受到很强烈的 他后期非常值得大家 一定要去留意的那首歌 你真的没有听到 新小期可以这么松的唱 很好听 很好听那首歌 真的大力推荐大家这首歌 介绍完了新小期的土 我们接下来介绍的这个女歌手 我觉得她对我来讲是水 但不是那种大江大海的那种水 是湖水 是小溪 甚至是地下水 是宁静而有渗透力的 我说的是谁呢 我说的是许如云 今天我们来介绍她的第一首 相对来讲比较冷门的歌曲 这是她的第一张专辑吧 1995年在上华发行的 讨好专辑里的这首 别 幸福是多么脆弱的拥有 像蝴蝶 最美的时候我不尽泪流 我研究心甘情愿的 你留我 我研究心甘情愿的 哦不管这一刻 能否永久 我在第一次听到许如云的声音 我是从广播里面听到的 然后我听到的就是讨好的广播广告 那讨好的广播广告 它是怎么呈现的呢 它就是呈现许如云她去唱蝶 她建奏的那个 对不起我唱得很难听了 你那个比较像什么 盘子的蝶被打破了 我唱的可能是鹅吧 是飞的鹅 他那时候广告词就透过这个碟中间的那个建奏的那个横唱 然后呢他就说你会记住这个声音 所以我那时候对这首歌 哎怎么会有一个歌手是这样子唱歌的 我后来才知道说原来他中间的哼唱是来自于碟这首歌 我想他第一张专辑就很明显的想要去学 Tory Elmos跟那个Kate Bush嘛 所以翻唱了他们蛮多作品 那这首歌就是翻唱Tory Elmos的歌 然后你可以听到 许如云他早前那个声音里面那个纯净 再加上他这首歌里面 透出来那种微微的那种神经质 他刚好就是少女的神经质 到一个非常恰好的一个地步 没有像Tory Elmos这么的神经质 这首歌的原曲是Tory Elmos的China Tory Elmos是用比较神经质的方式在讲两人关系中 那种想碰又怕碰碎的那种很细腻的感觉 其实因为China这首歌 本来就是我最喜欢Tory Elmos的歌 所以当我知道说许如云翻唱的时候 你也知道吗 一定会有先入为主 就觉得说你哪来的胆子唱这首歌 这首歌对我来讲是很完美的一首歌 但的确这么多年之后 我再回去听 我会觉得其实许如云 我觉得他不止于模仿这件事情 我觉得他有把Tory Elmos那种 过度神经质的东西 变成的比较温柔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后来的新的填词人 是许常德 他敢用蝴蝶来讲爱情的不安 我觉得是更适合秀秀的 因为他的声音本身就是美的 我刚刚说水 他是柔情似水 他不是那种Tory Elmos那种 接近崩溃的唱法 我觉得在第一张专辑那个时候 还不容易找出这么适合 许如云的歌声的原创歌曲之前 翻唱的确是一条捷径 让大家可以迅速的了解 这个女歌手能够做到的东西 其实有一点超越 当时候的词曲 创作者能够给他的东西 我觉得现在回头去想 我觉得整个策略 以及他翻唱这首歌 包括讨好这首歌 我觉得都是成功的 没有让大家对他印象深刻了 当然这个后来 许如云他整个人 我觉得红了之后 我还是觉得有一点 我觉得蛮庆幸的是 他没有放弃 他对于某些带一点 实验性音乐的喜爱 在接下来这首歌里面 就听得出来 这是2002年 他那首已经在EMI了 在云开了这张专辑里面的 《我的蓝色夏天》 心疼你的悲伤 多远我都可以感应 你别哭我为你感慨 你别想等上天台 幸福啊 气质一个火热的夜晚 爱情啊 说的美丽简单 能逃谁喜欢 永远啊 我曾为你辛苦 的等待 你的爱 一直停留在 那个蓝色夏天 这首歌是陈珊妮做的 整张的云开了 都有一种比较悠闲 比较甜静的风情 这个阶段啊 许如云他已经经过 那种空灵的 云士唱腔嘛 然后跟很上夜的歌曲的洗礼 在这首话就是想要做一些比较放松 舒服的歌 找陈珊妮来合作 真的是完全的非常非常搭 这首歌又你带的像是 Lounge Music 就沙发音乐 或者是Dream Pop 那我觉得这首歌就是慵懒温柔 就很像是夏天你在一个悠闲的一个午后 看着海 阴着微风 你什么都不想 很像在发呆亭里面就是做一整个下午 这感觉非常非常慵懒舒服 非常就是简单来说就是避暑 就是虽然说是夏天但是你没有觉得是热 你只觉得是一种放松的阴凉的感觉 我觉得是很特别的一首歌 因为陈珊妮的东西 陈珊妮的创作其实蛮适合许如云的 简单来说我觉得他们两个是很搭的 对 他们两个搭起来的东西是很惊人的 是那种有点可以接近洗脑的感觉 因为他们的东西是 我刚刚说过许如云声音是渗透性的 然后珊妮老师的东西本身就是非常的有诗意 然后也有强度的 这首歌里面我好喜欢两句歌词 你别哭我为你感慨 你别想等上天安排 本质也是一首情歌 传达的那种温柔那种冷静 非常适合当时候的许如云 很好听一首歌 很多人可能已经忘了这首歌 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 接下来我们介绍的歌 我本来想要讲说是比较新的歌 后来一想 他2014年 距今也十年 我说 怎么人活的月老时间变得这么快 明明觉得还算新歌 新歌已经是十年前了 太可怕了 十年前了 小朋友小学都不知道上到几年期了 好了 这首歌是他在亚神唱片时期 2014年的奇迹专辑里面演唱 我非常喜欢的 最难的是相遇 此夜心虚轻缺 一杯浓烟冷烈 无法控制的魅力灿烂 从眼底开始泛滥 因为多么难的是我 我因为更难的更不可欲是你 可是相信我最难的最难的是相遇 因为多么难的是我 我因为更难的更不可欲是你 可是相信我最难的最难的是相遇 这首歌的作词是李隔地 是诗人夏宇 作曲是吴清风 我觉得这也是属于云后期 最有气质也最感性的抒情歌之一 我觉得清风它有它标准 很厉害起伏跌宕的旋律 但是我觉得夏宇的歌词 这首歌里面我觉得很令人感动 这首歌我觉得很精彩 是它的桥段有两个段落 然后再加上夏宇 它用了很多重复的歌词 去铺陈这两个段落 它用了很多什么 就是维熏的海这件事情 在它词意里面不断地出现 那大家如果是细细品尝 去理解这首歌的歌词 就是最难的是相遇 就是最难最难的第一关 都已经度过了 所以不管是后面的 不管是分手 或者是快乐 其实都是见证奇迹之后的喜悦 许如荫她在这首歌的演唱 非常非常的细腻 跟她前期 有完全不一样的细腻感 但是都能够感受到 她唱歌那个独特的功力 其实我觉得许如荫 我真的要讲一声 我觉得她第一点 她的声音保养的蛮好的 听不出年纪 这是第一点 就是给她鼓励的 保养的很好 听不出年纪 第二点 她还是因为上了点年纪了 更懂得去诠释 这些比较细腻的歌 我觉得这些首极度美丽的歌 就是刚刚少爷讲的 词曲演唱都很美 但是这种感触 要有一点年纪 你才能够诠释得更好 因为我们常说什么 相爱容易相处 不只是蔡清泉唱着 相爱容易相处 我以为你在cue我 本来才要唱 难道真的相爱容易相处 难好 结束 我觉得不只是相爱跟相处 在更前面是相遇 好不容易 跟一个彼此有兴趣的人相遇 这真的是件很难的事情 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 小朋友不懂 没关系 等你们老一点 就知道老编跟少爷在讲什么 歌词写得真好 就你刚刚讲的 微醺的海 就我刚刚讲 这首歌真的很适合 像水一样的学生来唱 在海水里面 潜涌的感觉 然后大量的堆叠了 很多跟酒有关的那种 子夜心虚情 却一杯农业冷冽 这种这么美的 带了一点淒美感觉的歌词 这真的还不是一般的作词 有办法立刻做得到 我觉得李佑佳佳佳佳 就是很会写这种东西 可是相信我最难的是相遇 相遇 这张专辑脑边蛮喜欢 我真的觉得是许如云 后期我最喜欢的一张专辑 专辑另外还有一首 比较实验性的歌叫做 小小的死 我也很喜欢 讲兴高潮的东西 我就知道你喜欢 我也很喜欢这首歌 我说过了 我一直很感谢许如云 在他很能够抓住大家耳朵的 这些商业型的歌曲之外 还没有放弃 我觉得带了一点实验性的东西 感谢像水一般的许如云 好 那讲完了土的新小七 讲完了水的秀秀 接下来这个是风的凯伦 莫文蔚 说莫文蔚像风 我想应该没有任何人会质疑吧 因为他就是有点飘来飘去的 不是说他的 好我们曾经用过 他跟张宏亮老师 我们用过大飘小飘 这件事情来形容 其实讲到风 你会想到风格 风格这种东西 就是比较难捉摸的 哪里都能去 莫文蔚本来就不是来正规的 那一套的歌手 他很爱玩 但是他也真的有本事 可以把这些歌都玩得很漂亮 我们来介绍的第一首歌 是他1998在滚石发行的 我要说专辑里的 Let's fall in love 想他的时候 风格让就停了 好想老天抢 聆听我心里动作 Let us fall in love 他都不晓得 我每一分钟都等着他 这样承诺 Let us fall in love 在匆忙认识中 我从来没怀疑过 这样一个选择 这首歌我每次听的时候 我都能想象得到 就很像是在乡下 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 骑着脚踏车 可能去田梗里面晃来晃去 情境是不是好明显的 就是 我想到情境是一模一样的 因为你不觉得 Karen的歌声 就很像是温暖的和风 就吹过你的发病 有没有 然后 好舒服 好舒服 我觉得在这首歌里面 孟文卫他好像弱化了一点 他声音里面 那个很神经质 很戏剧化的一面 但是你还是能够感觉得出来 这首歌有很活的那一面 那这个活的那一面 我觉得真的 这就是孟文卫独家专有 这首歌 我能想象 如果是其他的人来唱 可能也不会太难听 但是我真的只有Karen 她的版本 能够呈现 专属的那个生命灵 我非常喜欢这首歌 我觉得是 我觉得这首歌 别人唱 我觉得因为这首歌 他有一定的这个可听性 但是我总觉得 孟文卫的那一种随意感 就是他似乎 你会觉得他好像 没有很认真在唱这首歌 可是又不是这么认真的感觉 反倒可以把你更带到 我们刚刚讲 就是骑着单车 在那个田梗上的那种感觉 好像就有透过他的声音 才能跟着他一起往前走 我觉得孟文卫在上一张专辑 已经证明了 他自己能快能慢 我觉得这一张 到了我要说这张专辑 其实就是继续强调这件事情 叫什么 孟文卫就是无所不能 他张专辑 我要说里面太多有名的歌了 没时间 我们介绍过张忽亮写给他的爱情 张正月写给他的真的吗 还有ZA广告的主题曲 I say 还有他跟500的歌曲 太多了 这个我们就不在这边特别介绍 接下来介绍的第二首 我们要推荐的这个 Karen比较冷门的歌 其实这首歌是主打歌 是那张专辑的主打歌 但是无论是这首歌 还是那张专辑 我觉得都算是Karen 整个演唱生涯中 比较低潮的时期 2003年 他在Sony发行的 X专辑里面的主打歌 爱死你 爱死你 爱是婴儿纯洁 也是爆裂 恨不得一起毁灭 爱死你 太幸福会没感觉 不够激烈 谁都有点凡贱 Take a look at me 不要敷衍 要红红烈烈 Baby you won't see 要紧你记忆才会更直接 温柔也爆裂 痛快的宣洁好坚决 爱得好强烈 彻底的紧闭里结 老编你还记得 爱死你这张专辑的 就是X这张专辑的上一张 是爱对不对 爱对不对 就是孟文卫拿到金曲歌后的那一张专辑 所以那时候我想说 下一张孟文卫他要做什么样子的专辑 拿了歌后之后 我觉得第一次听这张专辑的主打歌就是爱死你 我觉得我个人是受到非常大的震撼 因为我可以强烈的感受到孟文卫他没有在走 他不想再重回那个之前那爱的那条路 他要走的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猛烈 所以他这张专辑的这首歌里面 我觉得他玩的很很猛 这首歌他有很强烈的那个 我觉得像是游字摇滚啊 还有饶蛇的混合 饶蛇找来了那个柯友伦嘛 我觉得这首歌他很明显就像玩出 Karen他那个野性 他那个桀骜不寻 唱的这么的猛 很像是可以当一个摇滚乐团的一个主唱的感觉 我也要给柯友伦一个赞 我觉得这首歌柯友伦的表现也非常好 我觉得是能够跟孟文卫 他的声音能够有非常非常完美的一个契合 我个人其实是很喜欢 我觉得这首歌没有红 我个人觉得非常可惜 我觉得那个时候这首歌没有红 我觉得有一点点意外 因为其实这首歌是世纪初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 是那个时候非常主流的摩登摇滚的曲风 那个时候有个很有名的摇滚团体 叫做伊凡赛斯 大家还有印象吗 有一首他们的代表作叫做 Bring me to life 这首歌其实跟爱死你很像 我觉得整个的整体感觉非常像 就是简单说非常有迈向的歌 我觉得Karen跳到Sony之后 她其实更明显 要更爱玩 更做自己 然后有一点我必须要讲 我觉得孟文卫真的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我不知道说这个可能其他工作人员 跟她相处的感觉 你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感觉 但就我这个听众的感觉 我觉得她非常的聪明 因为孟卫非常会抓各种曲风的重点 无论是舞曲名摇还是摇滚 她都很知道在那个断句的语气上面 做到非常的精准 所以她是个好的演员 也是个好的声音演员 她真的很知道用最小的力量 发挥最大的效果 我觉得很厉害 接下来 为什么老编要特别强调刚刚这件事情 是因为接下来我们介绍到这首歌 跟收录这首歌的专辑 我觉得就把我刚刚讲的 孟文卫的强大的能量 完全发挥出来了 这是2007年 在她的拉活莫文卫 这张专辑里面的抒情歌 其实我一直想对你说 爱不想当时也把金银归划 真的爱不必可以吧 其实我一直都想尽口对你说 你爱我也不容易吧 但是你并不问代价 抱歉我原来还没尽口感谢你 给我力量不惧怕 大家还记得拉活这张专辑 曾经获得金曲抢的最佳专辑奖吗 是的 这张专辑是不是好像有点被忽略 是一张最佳专辑 但是我觉得是在孟文卫 算是中后期了吧 我觉得是非常代表性的一张专辑 因为这张专辑真的是把live 就是拉活这件事情 真的是她以这样子的概念 去做这一整张专辑 我觉得是做得非常非常出色的 里面每一首歌都很活 请大家一定要仔细去听 然后这一首抒情歌 我也觉得很适合当时的孟文卫来唱 虽然她表面上 也就是一首很适合她的R&B 漫版抒情歌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时期 孟文卫她已经脱去了那一种 啊 我很想要表现出我是一个孟文卫 我很会唱 我有非常大的神经质跟戏剧感 在这个时候在这首歌 她就很想要脱去那样子的感觉 反倒是一种不加修饰 轻松随意淡然的唱法去唱 这种不加修饰 反倒能够唱出这种很真挚的感谢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动人 对 强调一下 拉火这张专辑孟文卫除了做制作之外 她几乎包办了所有的作曲 这个真的已经不只是一张演唱的专辑 这个是全方面的表达了孟文卫身为一个全能性的艺人 她巨大的能量 在这张专辑里面其实孟文卫把自己化身成一个超级女歌手 但对很多人来讲孟文卫本身就是个超级歌后 她把这个一个女歌手的日场跟夜场区隔开来 日场她要面对很多头号粉丝的听众 然后在夜场她要私下面对自己的感情生活 透过这种日场夜场的安排 这个曲风多元的非常的惊人 我觉得不只是一张高水准的音乐专辑 也很像她的自传电影 精彩万能 这是老编最爱的舞歌手专辑之一 这个我真的非常推荐大家这张专辑 请整张专辑都拿去听 这个里面有舞曲 有意大利歌剧 有国乐 有爵士 玩得非常的厉害 她得奖对我来讲 其实是实至名归 没有错 厉害的孟文卫 感谢大家支持还在听 还在听的忠实听友们 每集结束时 是不是觉得还听不过瘾 想知道老编与容少爷 还有哪些放不进歌单的金曲 想听我们分享更多的感想吗 现在订阅会员的专属内容也上线了 欢迎加入还在听订阅会员 详情请参考资讯栏的连结 现在让我们回到节目 继续还在听 讲完这个大地之母的小齐 多变如风的萌味 像水一般会渗透的这个 虚如云 土 风 水还差一个火 对不对 对 这个火的确是燃烧得很猛烈 我们前几集他才烧了一集 这是像火一般 对于老编来讲 是像火一般的歌手 Coco 我们在做了上一次的像Coco 致敬的 之前之后 其实都有很多的听众 还是持续留言告诉我们 他们对于Coco的怀念 他们对Coco印象最深刻的歌 今天我们就把这些大家推荐的歌 放在这一集的知音时间里面 来为大家好好的介绍 那我们就进入我们九回的知音时间 老编少爷来解答 属于听友们的知音时间 跟老编我们在讨论 我们这90年代要选出四个天后的时候 其实这应该是我们有史以来讨论要选谁 讨论了非常久 因为一方面也是前面三位 就是辛小琪 许如云跟莫文卫 我们可能三 我们两个人就是早早就拍 就拍案了 OK就是他们 还记不记得我们本来 就是一定会把Coco列进去 但是因为Coco事件之后 我们又帮他做了一个特辑 那第四个人 我们真的选来选去 我们大概提了十个人 然后十个人全部都被打枪 Coco面前总觉得这些人少了一点点东西 就觉得少了一点点东西 能够跟Karen 秀秀跟辛小琪 摆在一起的那种能量 就我刚刚讲的就是 组成这个地球 来自这个星座学里面的四大元素 我觉得火这个元素 想来想去 我想不到有比Coco更适合的歌手 因为他的火不是野火 你知道吗 我觉得他的火是烟火 是灯火 是给人家惊喜跟能量的那种火 那个是很特别的 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第一首 《知音时间》里面介绍了 像火一样的Coco的歌 老师说听众推荐之前 我好久没听这首歌了 1996年 他在Sony的这张专辑里面的 很好听的《爱到底》 你带给我全新的事业 谁是会有感动惊喜或体贴 我从来没这么被了解 快乐的每一天 我会用心好好的收藏 我会用心好好的收藏 他很想要取经欧陆的舞曲 然后又加上一点点日本的感觉 然后老实说 我觉得这首歌非常的有迈向 我也很意外当时没有把它拿出来 主打 这首歌整体的曲是这么的明亮 而且非常有感染力 然后再来是Coco在里面呢 使出了微海豚音 Coco在这首歌在进副歌之前的那几声 我把它叫成是微海豚音 Coco好像没有特别要在这首歌里面 去炫耀的海豚音 那个海豚音那几声感觉就是 它自然而然就是融入进去的 非常的自然 我觉得非常的好听 我很喜欢这首歌 我很喜欢 我觉得这首歌很可爱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他其实那个 哈哈哈哈那几个高音 哈哈哈哈哈哈 对对对对 你好厉害 我这样正正等着要你来慢慢发挥 那段高音 我不觉得是炫技 我完全觉得那边就是 一个女孩子那边好开心 然后洗澡洗澡一半 觉得好开心 那个自然爱情 然后我很开心 然后就很开心的笑了出来的感觉 画龙点睛 我觉得很像 如果这首歌是 或者这样专辑是一个派对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高潮 这首歌就是一个接一个的灿烂的烟火 我也是觉得没有拿来当主打 实在是很可惜 接下来这首歌 它有被拿出来打 这个是1997年 每一次想你 里面的很好听的 等爱降落 我静静地想 想你的脆弱 也想你温柔的笑容 是伤和伤痛 让你别好多 两个人什么不能说 我在街头 你在天空 泪水各自汹涌 当飞机在某个地方降落 这份情也失去联络 爱是要是 恨是枷锁 请对自己宽容 当你的心愿意重新降落 我会守在这片土地等候 我必须老实说 我小时候不是很喜欢这首歌 你知道为什么吗 第一 我觉得这首歌 歌词一开始 你记不记得它在讲那些颜色 蓝色 橘色 紫色 橘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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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觉得有点怂 然后再来我也觉得 Coco在这首歌副歌的vocal 我觉得有点太重了 就是它 它那个咬字 我觉得有点太重 但是 经过这几十年来 再回去重听 我反倒能够听出这首歌 不一样的感觉 没有错 我还是觉得前面那些 七彩彩虹颜色 我觉得小怂 但是我后来听到 这首歌 它的自信 它的能量 它的坚定 等待爱降落 那个感觉 然后整个曲式的R&B 我个人很 我很喜欢那种 90年的R&B 所以我个人 即使到现在听 我很喜欢这首歌 不管是曲式啊 Coco 可能是浓重一点的vocal 我都能够觉得 释怀了 所以我现在是很喜欢 这首歌的 好烦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对这首歌的感觉 我觉得跟你几乎是一样 真的吗 我那时候听这首歌的时候 我真心的没有很喜欢 很抱歉 真的 我没有很喜欢这首歌 我觉得那首歌对我来讲 就是很标准 就是它想要证明自己 是很会唱 节奏蓝调的情歌 这样子 但我觉得这首歌对我来 那时候听的时候 我觉得 我没有感受到那些细节 就是一首来打榜的歌 直觉是如此 这么多年之后 再回去听 你知道我刚刚才 跟另外一个朋友 在讨论说 时间这件事情 发酵之后 真的会让很多年前 你没有感受的歌 突然之间 变得极度的打动你 等爱这样的对我来 就是这样的一首歌 现在回头去听 我觉得Coco 唱得很大气 那种等爱人回家的灯火 的那种温暖 那种缠绵 那种细致 从飞机往下 看到家乡的万家灯火的那种 回家的感觉 等待你回家的感觉 很温暖 而且又听得很过瘾 因为它还是 千回百转的那些转音 很好听的一首歌 真的我觉得 好歌才可以经过时间的考验 那这首歌 确实真的是经过时间的考验 对对对 就让我们重新的去 发掘了 以前被我们忽略掉的歌曲 那第三首 我们要来介绍 Coco 像火一样的歌 对老编来讲 这个就是浪漫烛火 烛光晚餐的感觉的一首歌 我们来介绍是 它1997年 其实这首歌 有一个国语的翻唱版 但我今天要介绍的是 粤语的原版 真的想见你 可知昨夜 可知我泪 可知我泪 结在闹情水 这首歌 有一个国语的翻唱或计划 来把额针的想见到你 心爱的 我最想去呼吸到你的气息 朝朝一边 隐隐的听见你 On your way On your way On your way 国瑜版就是 真想见到你 我觉得国瑜版 应该算是一首热门歌了 因为我认识的非常多人 都非常喜欢这首歌 而且国瑜版是Coco自己填词 我觉得是很甜美的一首歌 粤语版 我觉得跟国瑜版它有点不太一样 粤语版歌词的意境 有点像是住在同一个城市 里面的男女朋友 然后可能闹一点小情绪 小吵架 所以想念对方 国瑜版是全然的是很甜美的 但是粤语版我觉得保留了一点甜蜜 但是多了一点点不安的情绪 再加上这首歌 鲍比达的旋律 我觉得它本来就是非常的 很明亮的 很温馨的 真的我觉得任何人 听都会很喜欢的一首旋律的歌 我很喜欢这首歌 当然因为我是先听了粤语版本 那我非常喜欢粤语版本 然后这也是少数 就是两种语言的版本 我都觉得非常好听 就是以分数来讲 我可能再多个一两分 给粤语版 所以我今天就是这个 比较私心的 因为我想说 我们不是要介绍冷门一点的歌曲 粤语版比较冷门 所以我就把粤语版 介绍出来给大家 就是因为讲到coco 就是除了他像火一样之外 那火也熄灭了 就是 你知道吗 难免难免你还是会 会想到 就是最近 对我们又各式各样的新闻拿出来 因为新闻就觉得还是会有一点点的感慨 但是老编来做个批语好不好 我们把coco的歌当作奥运圣火一样好不好 也一样是火 圣火一样 一棒一棒的传递下去 好不好 对 好 是不是 所以coco的圣火就靠还在听来传承 对对对对 如果大家以后还是很想听coco的歌 告诉我们 也许我们会再用别的方式把coco的歌放在不同的集数里面 因为我们用这个 风火水土的方式 把这个90年代 我跟少爷都觉得很重要的四位女歌手 天后级的女歌手给介绍出来 因为之前他们的热门歌曲 我们真的介绍也蛮多了 所以介绍一些比较冷门的歌曲 还是强调一下 比较冷门歌迷门我知道 这歌对你们来讲 都是热门到不行的歌 很多歌都是热门到不行的 以后我们再看看 有没有机会再把大家欣赏的 不同年代的天后或者是天王们 在做一些不同的专题介绍给大家 今天这集就谢谢大家的收听咯 那我们就下一期见 拜拜 感谢收听还在听podcast 对节目有任何意见 或是有想听的主题 都欢迎来还在听脸书专页 或是firststory的留言区 留言分享给我们 这一集介绍到的歌曲 都会制作成YouTube歌单 放在我们的资讯卡里面 当然我们更推荐去各大串流平台付费收听 想有更好的聆听品质哦